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一人再是一方 所谓夫人贯钱有方 一人若也是夫人 此可谓人伤人 啥 官官居修 有屁快放 妹儿啊 把收款马租给我走几笔账 到时候按比例给你佣金 说按马走账洗黑钱 我就是剃罪药 想套路啊 看我 慢慢磨死你 冷不冷 憔悴损 憔悴损 不如下树割来整 妹儿啊 能快点不 不就借个收款马吗 哎呀 我不行了 人都在树上戏得三遍早了 你还在这里等 我们这款官员耐心不行 要来硬些事 老大说得对 老大 我有来硬的 但是我硬不过那个贵儿子 想问天问大地 更想问问你 银行卡 借不借 借烟 借酒 借情仇 就是不借银行卡 转来转去 转圈圈 你转个念头好赚钱嘛 贪吃贪杯 也贪睡 贪小便宜 吃大亏 贵儿子还挺倔强啊 一句话 借还是不借 一只鳄鱼还让乌龟揍了 我看你的不是武力帝 是智商帝 说你智商帝都是在表扬你 老大不气不气 哥哥们经验丰富 但骗人画术 未免套路 这鬼话嘛 要说就要说到新卡上 忙碌 忙碌 停歇脚步 逆归处 沉睡 沉睡 卸下枷锁 望疲惫 老大 这堆身份证 够开好多个洗黑钱账户了 嗯 狐媚 好样的 什么叫洗钱先洗脑 你们两个学着点 兄弟们 现在民众的安全意识 比较强啊 我们也得与时俱进 搞点新花样了 啊 啊 还在想新花样 你们想出花来 也逃不够我的法眼 还想逃 还想逃 还不着啊 他们可什么都说了 我的手下绝不会出卖我 你的手下是不会 可我的手下会啊 你什么意思 看来这次他的卧底行动很成功啊 是谁 国家反诈中心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 不能任他骗 管好银行卡 收款码 身份证 硬万变